D.C. View 影像學院 歡迎來到D.C. View 影像學院 我們這次邀請到的老師是 Ivan Shaw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攝影的經驗 歡迎Ivan Shaw老師 大家好 最近房間出了很多有關於model by pose的書籍 那不曉得 邵老師對這方面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覺得 能關於攝影各方面的書籍 我覺得都是好的 但是如果就我個人見解 Pose實際上它 要體現的無外乎是 一方面是 內在情緒的一種外在表現 另外一方面就是本身肢體圓 具備一定的曲線的美感 我覺得這是重點 那不曉得就是 Ivan Shaw老師可不可以承受 我們幾招擺Pose的秘訣 這樣 如果是基本的動作 我覺得說它還是有的 因為畢竟我們拍照 比較不會說一個人 站著直直的死板板的嘛 它要有一些基本的曲線動作 那OK 我就示範一下一個基本動作好 大家好 我是Ivan老師 那今天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關於攝影的Pose 那首先我來介紹旁邊這位美女 Lina小姐 哈囉大家好 我是Lina 那 老師要講就是說 在一個攝影的角度去看Pose 實際上初學者不需要太care那個Pose 是不是做到很到位 如果你太專注在這裡 可能會犧牲掉在攝影其他一些元素的掌握 但是必要的基本動作還是要注意的 那老師這邊分享的經驗就是說 一個基本的動作 該是怎麼樣去擺好一個Pose 首先呢 就是我們在站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兩隻腳 就這樣 自然的平放 那這兩隻腳距離跟肩膀是差不多寬就OK了 我們現在看一下Lina小姐 OK 這樣很好 當然我們不可能這樣拍 我們在拍的時候 掌握好一個45度角的一個概念 所以45度角就是你的肩膀跟你的腰自然去轉向一邊 那我們現在先往右邊45度角 好 各位請看一下我們Lina小姐 她如果說這樣轉這一邊 我們從鏡頭角度去看 實際上她就有一個曲線的呈現 看起來就不會那麼呆板 另外可能很多人會去問 那我腳站好了 其實我手也該怎麼擺 在我個人覺得說 手的動作其實很多的 但最重要 還在你腳的姿勢要好 至於手怎麼擺 放後面啦 剝頭髮啦 擦腰啦 實際上都OK 這要搭配你的構圖 一般來講 我們構圖如果是拍全身的 我們這個手還是放下來動作大一點 為主 如果你是拍個半身七分身 可能手的動作可能會比較在上面 如果你拍全身我手在上面 這樣看起來有點頭重腳輕 OK 接下來我們換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好Lina往左邊轉 非常好 這邊老師要講就是說 一般我們在去做45度角的曲線的時候 有時候會去變成這個肩膀 你這樣轉的時候 這個肩膀會變得翹起來 變拱高 那這樣在畫面上來看 這個肩膀會遮住他的脖子 那往往造成說 脖子看起來很短的感覺 所以我們要注意就是說 靠近鏡頭這個肩膀 當我們在45度角的時候 要適度的稍微低一點點 這樣我們這個脖子線條 肩膀線條都會比較OK 好那另外呢 我們從後面轉回來 兩個也是很不錯的拍照 四速度的45度角的Pose 好我們請Lina下後轉 對 好Lina也是一樣 你從後面回頭轉過來 對 OK 也是一樣在這邊 還是要靠近鏡頭這個肩膀 稍微低一點 好 換邊發球 對換轉這邊 這邊老師順便講一下 在轉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手的線條 跟腰的線條 要不能擠在一起 OK Lina這邊的姿勢呢 我們要注意就是 一個是肩膀靠近鏡頭這邊低一點 還有這個 右手的線條的時候 會影響到 腰部這邊的曲線 所以我們建議說 右手的線條 可以往前搭一點 對 搭了就好了 然後 左手呢 像Lina做得很好 就是這邊呢 往 鏡頭這邊過來一點 一般來講 不注意 它會變成這樣 那這樣 這邊的線條 跟這個會混在一起 角度會比較不好 所以 這樣是正確的 好 OK 那我們呢 基本一個 站姿四十五度角 就介紹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謝謝 因为今天猜猜